同样身为台湾剧场街的杰出创作者 来自马来西亚的福洪征 高俊耀导演 在先后跟随陈伟诚及多位老师学习身体训练 钻研不同表演体系后 各自展现了不同的作品面向 福洪征导演在2006年创立动箭体剧团 以失忆的身体景观 多焦点的拼贴叙事 凝炼极简的舞台语言 多层次的空间意象 构筑充满戏剧张力的超现实视觉风格 召唤炎者及观者的内在精神样态 展现对人类生命的深刻凝视 从巧妙运用肢体元素的作品 战 柔杂写实与写意风格的离家不远 有什么好担心的 乃至于探挖台湾历史题材的少年台湾 渭水春风 都展现其特有的剧场美学 高俊耀导演令辟昔静 编导演都擅长 身为穷剧场联合艺术总监 近年活跃于台湾小剧场台前幕后 创作与教学并进 他的作品多探觉人在现代社会的异化 叙事语言简练而精准 风格伶俐 从改编香港小说家黄碧云 逼是人性黑暗底层的作品 愤怒 懒惰 懒惰 饕餐 到探问资本主义侵蚀人心的大世界娱乐场 乃至于取材自马华社会事件的作品 《死亡济世》 都可以看见饱满丰厚的剧场能量 然后其实你们作品里面 尤其是自己创作的作品里面 一定也可以看出你们生命的脉络 都集合在里面 像洪峥导演的《战》 集合了非常多的运动元素 其实就跟你刚刚说的 其实你本来有一段时间是 玩了很多不同的运动 并没有在文艺工作 对 你要说说这个作品 当然这个作品 《战》这个作品 当然跟我小时候 作为一个运动选手 当然是有直接的关系 对 因为到某一个阶段 不知道创作什么 遇到瓶颈了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还可以创造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对 所以就会回到一个 比较熟悉的以前的一些技能上面 所以就想说 打乒乓球 可以怎么样去表现 跟社会的关系 那时候我就给自己出题目 我来 那时候也上过班了 那时候也不是那么顺 就是你还要去上班或干嘛的 所以我想说 我就表现一个上班族 机械性的工作 生活 所以我就把桌球的 另外对面的那一面 把它立起来 然后这一桌是平放的 然后就这样子对打 就表现了一个人的节奏 他的生活的呼吸 他的无聊的机械性的生活 所以我就这样发展了一齿戏 高导演 其实大家蛮注意你的作品 就是《愤怒》 愤怒 对 愤怒算是大概在台北艺术节 第一屆办的时候参加的第一个作品 参加了第一次 也算是比较正式在这里 发布作品的开始 那是七中罪吗 对 他其实是改编 香港的一个小时候 叫叫黄碧云的七中罪 他有七个短片 然后我们就选了那个《愤怒》那一篇 然后就我跟另外一个 我的创作伙伴 叫郑尹真 两个人一起扮演 然后饰演不同的角色 然后取材之一个 他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香港底层的一些边缘的人物 就是有垃圾婆 有小偷等等 这些被忽视的人物 然后我们就把他串起来 透过一段一段的独白 然后两个人扮演 然后用一些身体 声音 然后包括华语跟粤语的交错 等等的 就有点是结合自己的 过往的生命经验 那种多生的一种混合 去创作出来的这个作品 其实认同我觉得不管是对台湾人来说 或是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说 一定都有一些 就是我们就正好选择生在了 必须要面对认同问题的地方 再加上我们出生了之后 我们又选择移动 就是我们换了一个地方生活 所以认同这个议题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成为不可忽视的 就是其实说实在的 你一定要认同你才能活着吗 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别人就会逼着你不得不表态 或者是不得不认同 不认同好像你就活不下去 你就没有一个基准 可是没有基准 你还是每天一日三餐 吃喝拉撒 也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认同就成为创作 两位创作 或者是不断的需要反省 甚至是你们有时候回去马来西亚 你们在臺灣生活完之后 回去马来西亚 可能也会马来西亚朋友看着你们 说你觉得你不太一样 有啊有啊 空音啊 他会说你很臺灣了 你其实还蛮马来西亚的 我必须要说 但是对他们来讲 你已经够臺灣了 那马来西亚到底有多马来西亚的 那个感觉对 就是很有趣 就是你们你们似乎不会 你们现在还会不断的思考 这样的问题吗 要他挺复杂的 然后我觉得刚刚你说的没错 那有时候有时候要表态这件事情 那臺灣也有本身的一个一个问题 那我们我们我们是外来者 那我们认同臺灣什么 那其实心里是非常清楚 这个这个这里的文化 这边的环境 艺术创作的自由等等 那其他政治或什么 就能不碰就不碰 对不对 那所以 所以你会说艺术归艺术 政治归政治这种话 有时候很难 有时候很难 有时候这种话讲得很常很简单 但实际上他就是 就是分不开 那就是很讨厌 对 那然后你就要表态 那还好我们都有机会迂回的 过去 我觉得能够学习到怎么样更 更更 圆融的 圆融的 或者是采取不同的立场 采取不同的制高点 来去看 我是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表态这些 还有别的选择 为什么只有两种颜色的选择 有没有别的选择 之类的 这个 然后对我来说已经很简单了 我也不会有国家认同的问题 因为 因为我一直找艺术的根 才是最重要的 我已经很久 很早 在大学的时候就想得很清楚 我不要再 纠结在国家 马来西亚 或是中国 现在是台湾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这样的认同 因为艺术的根 让我更安息 高导演呢 我刚好 跟副导演有点相反 因为我小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读的书就是 华文文学 所以就读很多台湾 或者是中国的一些 大陆的一些文学 这样子长大 所以其实我在 我还记得我小学 我认为我是中国人 就小学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记得 是因为有一次 我跟我哥哥吵架 没有 那时候华人 大部分都是认为 我们是中国人 对啊 可是因为我还是小朋友 对 就我跟我哥哥吵架 然后我哥哥说 不是 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我说 不是 我就是中国 也不懂为什么 反正两个小朋友 其实也吵不出什么东西 只是纯粹一个 很无所谓的坚持 但是因为慢慢到了中学以后 开始也会认同 自己是马来西亚这件事情 那就会想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会想说 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 我会觉得我是中国人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这个概念怎么来的 他随灌输我进来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 创作的 应该说这样的一种生活经验 影响了我现在的一个创作 就会想说 这些东西到底是谁植入的 是通过什么样的教育 什么样的一些教导之下 我有了这些想法 那这些想法好像以为 我是我自己想的 那其实搞不好都不是 他其实是来自很多潜藏的 那就变成说 在创作里头很多时候 就会开始想要去碰出这一块